最近有監察委員受到加賀受刑人的 省所也登規調查 發現說 台北加賀的廣州人員 涉嫌日台受刑人 監察委員也對台北加賀提出求證 有台北加賀的受刑人 也向總統府和監察委員長 委員會加賀的管理人員 和博物館頂頂跟受刑人打 說要向噴陷酒安水 用電極方向讓北方打到託位 那為高雄省和翁柚林貪檢台北加賀四百多 不是說得了後 確定台北加賀有不同管理受刑人在進行 今天是提出警政 動手會有很嚴重的後果 所以我們也很擔心會不會有這個變相 利用這種恐無有力的這種受刑人 然後去來處理這些違規的 這個收容人的狀況 監察委員表示 我們高雅感覺因為管理的腳手不夠 會正用受刑人來做博物館 協助管理受刑人 現在所查到博物館對受刑人去腳踏手 但是觀察受刑人照例 應該要由強正人員來執行 那為高雄省強調管理人員在現場所 都當作沒看到 管理明顯有威信 要求博物保留在重視這些問題 我們糾正案的案有裡面 有一個是我們認為北監的監視器的死角 太多 並不一定能夠真正處理到這個 每一個角落 能夠保障到這些受刑人 是不是有不當管教室的狀況出現 所以是透過這個反射才看到有受刑人的 被不當處理的一個狀況 另外鑑威高雄省和翁佑林 保佑法務部和台北加賀 雖然受刑人是入家來服刑的 但是也要保障 他們的金款和人家尊嚴 後少許醫車檢查機關 情者和車法務部開始檢討改進 記者盧雄宇 鄭鑽雄 台北報得 而以 parties waar 明顯出個人的 對批評